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楠 今天过来找这个原始的吊杆 就是竹子嘛 发现这边有好多 今天也跟老表一起过来 等一下我们过去搞两只回去 看一下下次拿这个原始的竹杆去吊 看一下过不过瘾 应该也可以吧 走吧 现在往这里面走 这边都是我们这边种的这个甘蔗 差不多可以收了 再过应该是一个多月吧 好,就在前面这里了 今天发现好像有人过来要过了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大一点的那个羹 找一下吧 看一下 这里是有人卡了 还没有拿出来 我们看一下 搞了一根出来 这一根应该可以 回去还要加工的 这个钓鱼 原始的钓鱼杆 还是蛮长的 大概应该有4米5 这一根不行了 这里被虫咬了 不要做你们了 这个还可以 但是那里一结烂了就不能要了 浪费了 再往里面去找 再往里面去找 在这里砍了两只 先到别的地方再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更加直一点 像这一根的话就可以回去加工的话 它就直一点了 砍到这一根 搞个4米5的 或者是3米6的就好 走吧 再找一下看 这里又赶了两只 现在先出去了 好,今天总共砍了4只 现在要回去加工一下 好,刚才回来 精挑细选 就选了一只 这一只 刚才量了一下 刚好3米6的 这也全部处理好了 现在生火等一下 用火把它烤 然后把它弄直 现在有一些弯 看一下 有哪些鱼杆比得上的 大概是3米5 看一下 随便甩 什么事都没有 这些杆腰力是非常好 现在就等待把它弄直了 这些原始钓杆 其实它是非常耐用的 就是去钓鱼的时候有点难败 然后它看着没有现代的这个鱼杆这么好看 就是这样子吧 好,现在开始 看起来最结比较弯 看一下 烧的时候要这样子冒汗才行 不冒汗的话搞不了的 有一种香味 倒进去就饱了 哇,好热啊 好,这一节差不多了 它这种竹子比较好 它比较厚 所以这样子一弯它会没事的 等到干的话 它就这个钓杆就非常的轻了 那 好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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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慢慢处理,然后它就全部吃了 看一下,一根吊杆又赚到手了 这一根估计起码是7H吧 看一下,刚间还是有这么大的 现在不能摇的太厉害,因为刚刚把它稿子 这个现在还在热,等它冷了之后 再晒的几天,然后它变干了,但这种就非常的好了 现在稿子的大概应该是有将近三米九 这种钓也非常好,该天我要拿去把它开光 可以吧,一甩一甩,上货 现在吊杆也做好了,然后再等一下这个火灭了 然后才可以离开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